乌克兰或成为弃子,泽连斯基彻底没招了 大家好,乌克兰很可能快要撑不住了 最近乌克兰方向上接连传出了四个消息,都不利于泽连斯基 第一个消息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说乌克兰内部已经开始召开秘密会议 讨论如何割地求和了 目前乌克兰方面的想法是默认俄罗斯对如今已占领的土地拥有实际控制权 然后在实现冷和平的前提下,推动乌克兰西部地区以类似于当年西德的模式加入北约 让美国和欧洲驻军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 第二个消息是最近泽连斯基开启了新议论的外交活动 接连访问了克罗地亚、法国、德国等多个主要欧洲国家 这是前线战事吃紧,他泽连斯基却跑到国外,说是去求援 实际上更像是去避祸去了 第三个消息就是泽连斯基公开喊话北约和欧盟 希望这两个组织接纳乌克兰吧 但是不出意外的,乌克兰又被拒之门外了 很明显欧美不想冒任何跟俄罗斯冲突升级的风险 这是铁了心要让乌克兰当炮灰啊 一点幻想的空间都不留给泽连斯基 第四个消息是泽连斯基在访问克罗地亚起见表示 最迟到2025年,俄乌冲突就有可能结束 这话如果放在以前可能会被视为是跟俄罗斯在叫板 但是联系到前面我刚说的三个新闻一起来看 那基本就是泽连斯基可能被迫承认 乌克兰已经打不下去了 最多能撑到2025年 现在的乌克兰似乎正在被北约 尤其是被美国视为一枚弃子了 一来呢,乌军在战场上是处境越来越不利 多个乌冬的交通枢纽 已经被俄军一个个或者被拔掉或者被包围了 美国已经意识到了除非美军自己下涨 否则乌克兰很难翻盘了 而无论美国口头上是多么习惯于贬低俄罗斯 真到了要面对有能力跟美国形成对等核威慑的核大国俄罗斯时 拜登还是不敢轻易出手的 二来,如今的美国也是支撑不住两线高强度作战的 以色列和伊朗最近在互相放狠话 一个说一定会对10月初的导弹袭击发起猛烈报复 另一个说了,又一千枚导弹已经装上了发射架 只要你以色列敢报复我,我就会加倍报复回去 这样的情况搞得美国是焦头烂额 如果说拜登最开始还抱有一丝幻想 希望可以通过外交上的微操作来稳定住中东局势 但是在哈尼亚遇刺 里巴嫩电子设备连环爆炸案震惊了世界 纳斯鲁拉被暗杀 这几件事情接连发生之后 白宫已经是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了 如今的中东危局大概率无法算了了 目前美国不单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两只航母打击群 还又增兵了 明显就是在为一场地区级别的大战在做准备了 不得不说啊 跟以色列相比 乌克兰有却只有靠边站的份了 泽列斯基牺牲了无数乌克兰的人命 再次证明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相信美西方会支持自己打赢一场战争 就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接下来乌克兰要割地求和的计划能不能成功 也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俄罗斯的胃口可不小 普京不可能坐视乌克兰西部并入北约的 接下来乌克兰的命运很可能是既丢了土地 又得不到美西方的安全承诺 大概率只能继续扮演缓冲区的角色罢了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